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台北市议员刘彩威 好 观众朋友 金门事件造成了对岸两名渔民的死亡 今天已经进入了第11天 我们看到我们的海巡署署长周梅武 他第一次到现场去 并且有做一些跟对岸相关人员的见面以及协商 于是外界解读可能这件事情要收尾了 我们来看看 拿着手机仔细地对着出事的大陆集船只拍啊拍 大陆代表团家属跟红十日会人员 24号下午4点 重回金门海巡队勘验失事的大陆渔船 还不忘带工具 一边拿出卷尺丈量 一边则拿着手机记录 从栏杆到刮痕统统不放过 代表团成员爬上爬下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但要勘验的不只有他们的船 仔细对着我国海巡队的CP-1051艇勘查 要确认当下撞击的痕迹 大陆代表团绕行小艇传身记录 但因为传言有一层厚厚的橡胶包裹着看不到东西 大陆的家属还蹲下查看小艇底部 陪同的海巡都忍不住低估 说不会心就伤痕混为一谈吧 就在大陆代表团再度到金门之际 海巡署长周美武也来到了现场 跟大陆家属释出诚意与善意 据了解这气氛还因此和缓了不少 海巡署私下透露 署长来金门是调研王者 慰问家属 当然也要关切专案进度 还要未免同仁 对谈判进度辞职未提 道市外交部长吴钊燮 晚宴替穿和平财团 常务理事兼援新科访团后 发新问稿提到 中国独裁政权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最近经济持续二化 因此台湾必须警戒对岸 借由制造争端 以转移其国内压力 似乎需要提醒 对岸会不会利用这起事件 升高两岸对立 好大家刚刚看到最后面记者的说明 是不是要担心对岸 借着这件事情来升高 一些民间的一些压力 到我们台湾这边来 那这个当然我们看到 在网路上有很多对岸的网友 看起来是很生气 然后有写在写环 这样情绪性的字眼 不断的在网路上面出现 可是现在海巡署署长周美武 过去他对媒体来说都是很神秘 因为记者都采访不到他 那今天他到前线去 见到中国大陆的家属 林诞者家属 那谈判的气氛据说也趋缓了 看起来双方可能把一些 没有办法谈妥的事件 某种程度做了意见交换 我们看到前一天 前一天下午海巡署的相关人员 陪同这些大陆来的代表 到这一艘被扣押的快艇 对岸的快艇 就是肇事的快艇的存放点去看 他们非常仔细在丈量 拍照 录影 大家都可以看到 包括那个卷尺 抽出来的声音都被拍到一清二楚 那已经水到渠成了吗 事件要落幕了吗 两方只差一个台阶下 有没有人把这个台阶搬过来 让这个两方有一个台阶走下来 就是说对岸现在是坚持 我们一定要公开道歉 那如果没有错 为什么要道歉 我们这边是坚持不下 所以先问一下大佬 怎么看 要收尾了吗 这个台阶是自然形成的 是逐步双方都有妥协的意愿 而自然形成 不需要任何人去搬台阶 金门事件发生11天以来 维持我原来的看法 我说这件事不是大危机 甚至也不是小危机 这件事情是稀冲平常的事情 因为金门海面 我们7年来赶了他们8000次 所以是一个非常两岸愚民 非常密集交汇 密集一起在补育的地方 如果你每次要把它看成很严重的话 那还得了 所以发生以后 国台办的用词 身为死亡两个人的那一方 他的用词并不为过 其实他并不打算 要把它搞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他的讲话都合情 不见得通通合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让我觉得 我还在调侃他一下 就是管碧玲 管碧玲 管碧玲在发文里头怎么写 他说这个就像一朵盛开的白色的百合 然后轻轻的扭转 轻轻的飘下 用他的芳香来抚慰王者 跟他的家属 跟海巡 民进党真的没有人了吗 而且要搞这种文青的人 来当主管 这个我看了以后 我这两个反应 一个起鸡皮疙瘩 一个想吐 对不对 你看现在这样的 若这收尾的方式 是风火连天吗 这个一点风火都没有 连一发子弹都没有发 对不对 两边也没有大声叫骂 何来风火连天 可是还没落幕 大佬 不不这个一定 你放心 你放心 这个一定会收尾 现在只是说 这个收尾的过程中 有没有显得 两边如果都各让一步还可以 如果显得一方特别忍受委屈 其实没有犯那么大的错 我竟然委屈出全 比如说我们没有犯错 如果有瑕疵的话两方都有 但是死的是你们那一方 好了 好了 就妈妈糊糊 我们赔钱算了 这个其实有的人还吞不下去 因为如果你根据明显的证据证明 错在我们这边 怎么赔都可以谈 但是如果错的是你 对不对 你七年来了八千次 其中的一次有人走了 死亡 这个就是叫我们赔 这个我跟你讲 民间就我的朋友很多都是偏绿的 他们都愤愤不平 很生气 他们说这条遗传 他们举了好几个点 说这个遗传是 哪个地方不合格 哪个地方不合规矩 哪个地方不合法律 没有证照 你到我这里来 就是发生这种事情 其实两边都不完美 我们何必忍气吞声 所以这个都会过去 会过去的事情 我们都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 我在意的是民进党政府 实胜了八年 你搞个管毕林 主管这个海水事务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人 我觉得高嘉瑜还比他强 高嘉瑜可能比他还强 对 我觉得所以这样的人 因为他激容人 就是平时 因为我会游泳是不是 平时没事的时候 看起来就还油版油言 出了事情就完全荒腔走版 就没有胆势 没有格局 没有气魄 没有眼线 不会处理 这样的人可以做 可以做管海星的 主管单位的长官 我真的想不通 你回去要反应一下 不然你现在是不提名 好 我们在电视上 已经有反应了 我们基本上是面对大众 来播放这一段评论 管毕林被神道佬点名了 他也被很多在野党的立法委员 民意代表点名应该要下台 520已经快到了 他会不会保住他的乌纱帽 不知道 可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是 他有可能是行政怠惰 因为海巡的这些弟兄们 告诉我们 我们没有佩戴密录器 没有露营 那已经拨了经费给你 你为什么不买呢 我们看到包括 王鸿威就说 你管毕林行政怠惰 现在要用二倍金 来买密录器 那过去算什么 管毕林今天在脸书上面 贴出这一张假讯息 他说注意注意 大家请注意这是假的 大家不要再传了 这是一张截图 那看到是一个群组 有管妈 管妈的头贴 管毕林的头贴 然后她说的一些话 底下回应的是小段 一般认为是段怡康 那管妈的内容 她说是假的 不过那内容是写说 中国两个渔民该死 越界不撞他们的船 他们会越来越嚣张 所以我们要强硬 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要挺过去 那小段也回应说 海巡署的影像坚决不能交给媒体 最后这个截图落到管妈手上 管妈说这是假的 有人要把我妖魔化 抓我当稻草人射箭 因为的的确确我们看到媒体 以及在野党的委员们 也对管妈有很多指教 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 疫情的时候 我们的指挥中心 常常一大早就非常慎重的 说网路上很多假讯息 我们要来公布 要来跟大家澄清 但是她不公布那些假讯息 根本没有人会知道这个假讯息 管妈就是这样 她没有po那个脸书 我们根本不知道 那个讯息哪里来的 所以那个 我觉得她是刻意 在操作这个事情 她说是境外势力 谁知道 根本台湾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事 只有管妈知道 然后特别大动作在脸书po 为什么 她把这个事情导向政治 斗争 你看我其实是被清算 我被认知作战 我很可怜 我代表勇敢台湾人 她把这个事情导到政治斗争 去掩饰它无能 或不作为这件事情 王宏威刚刚指出来是说 她说现在政府才要用 第二预备金 去买那些录影设备 什么意思 第二预备金是紧急使用的经费 代表说你过去都没有 去做这个事情 现在才要紧急去买 可是问题是在2019年那一年 还是比较偏绿的 民进党的立委 自己就提过案子 就是说海巡一定要有录影设备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代表说你五年 你都没有编列预算 去买录影设备 这太荒谬了 他们说有买 可是是中国制的 那也是很荒谬 所以把它放在那里不用 那就是没有用 但是人家为什么要有录影设备 就是要解决一些 在海上的植法 可能会有争议事件 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还是你失职 你不去认错 你去扯说什么认知作战 有人会那么笨 被你转移焦点吗 而且我觉得现在两岸 在谈判上为什么台湾有点 会有你站不住脚 也是你管碧林的问题 因为你一开始就卸责 你讲话一开始就说什么 那个渔船是 自己要逃跑的时候 舌心翻覆 后来被发现不是是有碰撞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 要这样乱讲 然后第二个就是 在时间上 翻覆的时间跟救人的时间 后来被发现讲的不对 然后第三个是 你又没有录影 所以整件事情就是 管碧林你们还 你们政府让我们聚一下风 就是你有这些理亏的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两岸的对谈 对话 你后来在程序上的处理也很奇怪 就是说我们是官方对他们民间 然后他们民间过来之后 给人家签证也是 给了要给不给 一下给三天 一下给一天 所以现在有人就呼吁 说两岸是不是应该要建立一个 比较常态的 比较合理的对话管道 你可以用民间来做 因为现在官方 民党政府跟对岸是没有办法对话 你可以交给之前 像比如说红十字会 金门的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总干事就说 其实他第一时间 大陆那边有渔民掉到海里面 他就接到讯息 但他一直问官方说 需不需要帮忙 官方又不理他 那未来是不是就让 红十字会去对接嘛 好好的来谈嘛 说不定在谈的过程当中 都会比较顺畅 也会让双方比较舒服 所以其实有很多可以改变的地方 宋涛是国台办的主任 昨天有一场台商在北京的联谊会 他在这场联谊会上面讲了一些话 我们来听听看 他说台湾一意孤行 台海将动荡 如果台湾继续推动台独的话 一定要付出代价 他讲说如果有人伤害两岸的感情 我们一定让他付出代价 他讲的一般认为 跟金门事件也有相关 来嘉宇 刚管碧玲这个脸书澄清 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 因为其实刚刚叶元之讲说 台湾没有人知道 但是在LINE里面 其实有很多人已经在传说有这样子的对话 我们都有听到有类似这样子的对话 就是说大家有在地方上疯传 如果你不澄清 大家可能会以为这是真的 包括段宇康今天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 也把这段贴出来 然后也去提告 所以幕后到底是谁 把这样的对话制造出来 我想司法很快会让大家知道真相 到底是谁去制造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操作 而是事实上 就有人故意去传这样子的一个假对话 去影响台湾的渔情 那整个过程中 刚刚沈大佬也讲啊 过去七八年来 八千多少这种三无船破 违法跨越台湾的海域 然后来捕捞 对于我们的渔泉 对于我们的海上的这些疆域来讲 都是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海巡人员也非常的辛苦 疲于奔命耶 在这种过程中 我们自己也非常的危险 所以当然我们是极度的去克制 希望在这过程中 能够尽量不要去影响到 对方的这些渔民 可是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中国不去做一些相关的管理 其实所制造的纷争会越来越多 那就这一次的事件 我觉得双方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沟通的机制 绝对是一件好事 所以你发现中方也是高度的克制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如何化危机为转机 整个过程一定要公开透明 而且必须要迅速完整的 把这个真相去釐清 所以包括中方也特别派人来 那双方有这样一个合作的基础 把事件能够釐清 我觉得绝对是一件好事 另外就是说 刚刚讲的这个密錄器的部分 从这一次的事件 大家也去凸显说 确实过去有很多不足 包括还有人提到说拿V8 什么旧型的V8在录影这种事情 说现在大家都有手机 怎么可能会还拿手持式的V8 所以我觉得这海巡的装备 一定要借由这一次的事件去补足 所以我是觉得说 就这一次的事件 不管是对岸的这些渔民 如何去让他们不要尽量 用这种方式去违法的捕捞 大家也知道中方不断的利用 这种所谓的海警 或者是类似这种渔民 渔船的民间的这种情况 去跨越海域 然后去试图去模糊 两岸的这种边界 这种情况其实是越来越多 如果我们不捍卫我们自己的渔权 或者是我们的疆域的话 其实所造成的模糊地带 或是未来的危险 其实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严肃地面对这件事情 也必须要支持海巡人员 必须要严厉地执法 我们一定会支持海巡人员 站在我们的立场 我们一定支持 可是我们也希望真相 可以完完全全地公布 用透明的方式来告诉全世界 我们进行广告 好 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跨海到美国 跨海到日本去设厂 昨天日本的熊本厂开幕了 我们可以看到灌溉云集 灌溉云集啊 有很多的这个媒体记者 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咖都出席了 它的这个速度也让大家非常的惊讶 仅仅用了20个月 一年8个月就落成了 可是美国厂还在卖牛布 美国厂现在看起来还遥遥无奇 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 创办人张周谋 随着一行人抵达熊本厂 现场戒备森严 入口处设有一道道的安检门 随身物品得先放进盘子里 经过X光检测不能马虎 毕竟是半导体业的盛事 在地吉祥物也来站台 台积电熊本厂开场 只有连超人气的熊本熊 也是来到现场跟大家打招呼 吸引许多粉丝不停抢拍 台积电到日本 再插旗无疑是日本复兴半导体产业的 重要一环 现场聚集了近百家的台日媒体 会场中一字排开超壮观 日媒NHK更是派出了50人的团队 远赴熊本 在地的媒体从业人员 也乐观看待后市发展 韩媒东亚日报指出 韩国在速度战中远远落后 SK海力士的建厂计划 已经五度的延后施工 即使接下来按照计划进行 也需要八年的时间 而彭博也报道 一座晶圆厂大约需要三年才能建成 但是熊本厂的建厂进度令人难以置信 分析其中的原因包含政府的高效率支持 以及严守建设的施工程序 低成本的劳动力 而且每周七天连续24个小时轮班施工 日本人可以学我们台湾人的 我们台湾人可以学日本的那种 所以日本所谓的匠人精神 那对我们的影响也非常大 护国神山台积电全球布局不断扩大 台湾技术融合日本的职人精神 让台湾半导体产业在世界舞台 持续发光发热 您看到的是包括我们TVBS记者 都已经到熊本厂去采访了 全世界的媒体统统集中在这里 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也讲了 将继续支持台积电的第二座厂 第一座厂已经可以投入生产了 第二座厂也拍板了 也在熊本 所以看起来日本速度相当惊人 据说它的进度提前了将近三年 很厉害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也说 第二个熊本厂熊本二厂 我们会补助7,321日元 相较换算成台币大概是1538亿左右 算是蛮多的 我们的台积电 看起来已经要到大航海的时代了 来 淑慧 刚刚我们主持人前面提到 在美国跟在日本 在美国现在还遥遥无期 不只是遥遥无期 之前连本来讲的可能尾油的补助 也未必会有这么多等等的 所以你说台积电到美国去 它面临的成本风险距离什么的 显然比日本高很多 日本 台湾民众可能对熊本 比较有印象就是熊本熊 熊本城 可是它在熊本县 很靠山边的一个菊羊町 附近一片稻田 为什么 因为我有朋友刚好是 派驻到熊本的台湾的工程师 他说好无聊 真的 你打开外面都是稻田 然后如果大家从Google Map 去看那个地景图 也都是稻田 可是因为台积电的进驻 让原本那边所有的生意 生机全部都起来了 所以他们都笑说 当地人现在是 不种稻米追奈米 因为原本都是种田的 譬如说这个计程车的 也说它的生意翻倍 开小吃店的 那边本来没有什么开旅馆的 有一些民宿现在都生意很好 所以现在有说什么半导体泡沫 怕说这个熔景可以带来多久 但也有隐忧 因为就变得让土地价格 变得一直在增加 有一些在种田 他就可能把农地给卖掉 刚刚我们看到日本的效率 不管是它在工程技术的效率 或者是它在经济的补助 7320亿你换上台币 大概是1400多亿 这样大规模的补助 跟这样这么高的行政效率 对于台积电的海外设厂来说 当然是会大幅的节省它的成本 时间就是成本 但我们知道说这几年很多国家 包括德国欧洲 也在争取台积电过去 民进党政府也一直自豪说 台积电外交 就是护国神山 现在变成我们拓展 台湾好棒棒的外交 但我要希望 不要把政治跟台积电牵扯在一起 台积电该在哪里设厂 哪里设厂 可以增加它最大的竞争力 要让台积电来自主决定 不要美国一个什么政要来说 要见台积电的谁谁谁 我们就要去安排 然后美国希望台积电去设厂 不管3721 我们就把它当做王昭俊 一样送去核番 在哪里设厂要不要设厂 我觉得商业归商业 政治归政治 政治归政治 商业归商业 这有可能办到吗 我们看到台积电在日本的 熊本场开幕这一天 张忠谋 包括刘德英 还有包括魏哲嘉 这三个人通通在台上剪彩 而包括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 还有索尼的总裁 丰田的会长 也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刚刚讲关盖云集 台日会越来越深化吗 这是我们的官方说法说 因为台积电的开幕 台积电厂在这边设厂 所以我们台湾跟日本的关系 会越来越深化 有一位学者私下透露 没有具名 他说提醒 有一点提醒我们的政府说 不要妄想用一间企业 就想深化与日本的关系 企业对一个国家产生的影响 还是有限的 不要太过乐观 这是一种提醒 来 大老 我觉得会不会深化台日的关系 这个是假议题 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先太好了 好到不能再好 如果有舍望要进一步 比较正式的外交关系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日本是跟着美国跑 美国的两岸政治是非常清楚的 这个我就不浪费时间讲了 但是台积电现在去美国 去德国 去日本 都不是自愿第一时间的说我去 都是有压力 有压力的话 他去了以后 你看在美国 日本 在德国 因为当地的文化不同 当地的人民的素质不一样 结果进度都不一样 效果也都不一样 我觉得台积电最后在当地 一定会成功的 但是这个砍禁了台积电的毛利率 因为在当地的成本都会比较高 但是没关系 你看张忠某在雄本的讲话 就说因为AI的关系 现在需要的这些chip 量是惊人的增加 所以给台积电下单的公司 多到台积电做不完 所以短线来讲 它的东西不一定要在台湾生产 而且台积电都留一个后部 最先进的东西 它留两部 这个两部 等到我更前面以后 我才放到哪一个地方去 但是考虑 大家要考虑的就是说 要把德国 日本 美国 台湾 大家做一个比较 就说比如说电费的补贴 比如说人民的勤奋的程度 我告诉你 尤其很有意思的事情 尤其我从网路上 看到有一篇文章是 列举全世界108个国家的IQ 我发现这个IQ是后天可以训练的 不像柯P一天到晚讲 156是天生的 亂讲一通 但是这个显然是 全世界前4名IQ最高的 就是亚洲四小龙 我们台湾第几名 我们是排列第三 但是因为第一跟第二是同分 都是108 我们是106 所以是全世界的第二名 而且这个IQ排得越前面的 它的国家社会的富裕的程度 越高 所以到底是你IQ高了 所以你变成有钱 还是你有钱了以后 你把小孩子叫得更聪明 这个我还在研究当中 但是我觉得台积电 最后目前没事 但是未来会不会削弱了 我们富国神山的力道 这个我们也不能说长眼下来 都只靠台积电一个 我觉得台湾未来站得住脚 站不住脚 其实是两岸的基本关系 所以我回到宋涛 刚才讲的那些话 宋涛说有人要伤害 两岸关系的话 一定不轻饶你 我觉得宋涛你讲那些话 就是罪魁祸首 不应该讲 不 他怎么能够这样讲 因为你真的很爱台湾人 真的很爱台湾的话 你要讲得非常甜蜜 你问大家 男女关系在追求对方的时候 有这样讲的吗 说我追你 你不听话的话 一切后果有你负责 你走着看 会这样吗 对不对 依你的经验会这样吗 不会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最近的民调 政治大学的民调 选举研究中心 台湾人现在自认为是中国 中国人的 非常低 只剩2.4% 你看2.4% 宋涛你少讲两句 几个月以后就变成 起码两位数 会增加 那当然 所以要检讨你自己 好 来 师傅 我相信如果说 包括我们的盟友美国 都希望说台积电 可以分散风险 日本的确相对于美国 或其他国家是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 我去看一下 东京到雄本 大概是2个小时15分钟 台湾到雄本 大概也是2个小时15分钟 这对台积电的工程师来讲 第一个 日本的文化 本来就比较亲近 后来我还看到 他们现在去日本工作 底薪翻倍 他们原本在台湾的红利 也照样维持 然后还帮他做什么防射 污射 小朋友上学 通通免费 所以对台积电的工程师来讲 我有意愿去那里 对当地来讲 他其实也是一个利多 我听说他们现在已经超市 已经开始有卖一些 台湾的商品等等 这其实如果在当地 是一个农村的话 当一个大的企业 去那边进驻的时候 他就会改变当地的生态 像过去我去采访 去大陆的湖南 乘州的时候 那边大概也是一个比较 相对乡下的地方 可是一个台达电去的时候 整个变成工业造证 甚至说当地本来是湖南檳榔 开始在卖台湾檳榔 我相信在雄本的这个地方 慢慢开始起来 这个台积电去 一定会产生一个实质的变化 是 当地的计程车司机 据说他的收入已经翻倍了 当当地的电视台去访问 一名问讲说 对你来说台积电 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他的回答是 神 像神一样的存在 好 我们进行下广告 你才说错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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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